Hello,大家好,这里是Am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参观著名的杜克大学 大家可能听说过哈佛大学 杜克大学虽然没有哈佛大学那么有名 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美称叫南方哈佛 从这个名称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一所很有名,很有地位的学校 杜克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美国私立名校 它的排名每年都在前十,每年有不同的变化 今年可能是第九或者第八左右吧 杜克大学的历史是从1838年开始 是一个叫詹姆士杜克的先生 他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修建了这所大学 他曾经是一个烟草大亨 听起来就很土豪的样子,有没有 杜克大学呢,有很多著名的校友 比如说美国总统尼克松 还有苹果的CEO Tim Cook 他今年要来杜克大学做演讲哦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期关于他演讲的视频 还有一位你们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就是宋庆龄的老父亲 也曾经是杜克大学的校友 杜克大学有非常多不同的专业 他最有名的三个专业是 医学、商科、还有生物学 如果想要申请这所学校的同学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些专业 然后杜克大学主要分为三个校区 有东校区、中校区和西校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西校区 也是杜克大学的主校区 我们今天会大家参观几个主要的景点 所以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吧 嗨 我现在来到了杜克大学的图书馆 也就是我们这视频的第一站 这个图书馆在全美国来说可以说是农业前茅 还有很多的藏书 这个图书馆从周一到周四是24小时开放 所以非常便宜同学们过来期末复兮 我们来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都在努力学习我也来去看看书 我找到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给大家看一下 好大 当当当当当 关于中国的书 我们来读一读 这是关于中国人口统计人员书 有没有熟悉感 这是上海吧 上海 上海 现在我来到了图书馆那面的一个咖啡厅 在这里你可以学习 然后点咖啡 非常地舒适 做着休息一小会 刚刚从他们的竹竹馆那里出来 我想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块特别大的绿地 这个校园 这个校园主要是各色式风格的建筑 你们可以看到这种黄色和灰色石头的组合 这里有非常多的松鼠 小伙伴 我们往那条路继续走 这是著名的Duke Chapel 也就是杜克教堂 在我身后这个雕塑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Duke大学的创始人 扎姆斯杜克先生 他的一个雕像 在他的身后 也就是著名的Duke Chapel Duke教堂 我们一起去看看教堂吧 终于来到了杜克教堂的门口 这整个教堂都是用石头做成的 这个教堂里面经常举办各种大型的活动 比如说婚礼 我听说啊 这想在这个教堂举办婚礼的排列的那个名字 排队已经排到了三年以后了 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远近文明 我们想进去里面看一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走吧 这里就是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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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า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现在来到了杜克大学的食堂West Union 这个食堂呢建完历时三年时间 可想而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这个食堂好像已经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 当然这个是翻新建的 让我非常的吃惊 在2016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评估 把杜克大学的食堂被评为全美第一 No.1的大学食堂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现在我就来到了杜克大学的教育书店 反正我本科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书店 这里面不仅卖书店旁边还卖衣服啊 卖一些纪念品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在这里面买的 价格是在27刀左右 所以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里面戴上logo的都很贵哦 然后在这个店里面打折最大力度的时候 这一年纪念你们猜是哪个时侯 是万圣节的时候可以达到30%的折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7折 我们来看看里面都卖些啥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啊 这一站的名字叫Brian Center 也就是杜克大学的学生中心里面有很多的活动 这里面有一个技术馆 有一些人会把他的画和一些摄影作品放来展览 然后下面的底层有一些美式的餐馆 比如说麦当劳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餐馆叫Panda Express 这个在美国很多大学都有 是一家连锁店 我们来进去这个学生中心看看吧 我们今天好像赶上了他们杜克篮球队的湖 那些桌子都是为他们预定的 然后那边有一个theater 一个小的剧场 去年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举办了一个 中国学生会的春节联欢晚会 还挺不错的 我们来下去看一下那边的一些餐馆 那边有这些食材 在去到这里 我们下午很 heps 在这里也要来吃 十四条 这样的准备 我们也要吃 这样的食材 我们可以吃 所以我们吃 我们可以吃 我们来吃 它 主播也走累了呀 我找了一个地方坐着休息 像这个椅子是他们这里很多的 可以垫脚 特别舒心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快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段video的话 就给我们thumbs up 给我们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